8月12日,由恒大音乐主办的《恒大星光音乐狂欢节》新闻发布会在京盛大举行。 当天,恒大董事长宋柯携旗下艺人金志文、孙伯伦等人到场助阵。 此外,摇滚教父崔健也是作为压轴嘉宾亮相活动。 在歌坛多年,崔健的摇滚音乐独树一致,他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无人能及。 可近些年也出现崔健遗老、摇滚乐遗老的声音备受争议。 当天,由记者现场将该问题抛给崔健,没想到他听后立马收起微笑,严肃地跟记者打起了赌。 有人认为您崔健老了,中国的摇滚乐老了,您觉得自己老了吗? 我觉得,有点岁数老了,这个东西谁也没得。 所以我年纪过年,你难免老过。 但是等你老的时候,你知道我在说什么。 所以等你老的时候,我给你20年时间,我可以等你。 到那个时候,你可能会,或者说这种话的人,可能自己会已经消失孽据了。 而我可能还站在我台上,你给你瞧着,我给你20年左右。 前不久,选秀节目层出不穷的出现,很多音乐人、歌手也顺势做起了评委、导师。 寻访时,崔健意外透露自己也曾经收到过一些节目的邀请,希望他去做明星导师,可崔健并没有接受。 那现在有好多姚伟,比如像郑军,然后王丰老师,他们现在都在做评委。 有人来跟您接触这方面的事情吗? 有。 您为什么没答应? 我觉得每个人的这种自己的这种,他与观众之间的互动的方式是一样的,每个人都会有选择自己的舒服方式。 您是很排斥的一种,就是作为导师,去来选择这种技术,一个人。 我觉得如果要是真正的以音乐为媒体,而来去做一种互动的关系,这种我愿意做,但是不是以宣传,不是以商业的,我愿意做。 比如说,对一些,我对你来发现,其实我们需要一些对年轻人的一些经验的长寿的过程,但是这个,但是我希望这个过程并不是在做秀。 我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。 酷六娱乐北京报道